Tesla 由年初到現在跌了七成 當日Tesla 股價與一方鐘的時候 我會怎樣說呢? 這方面無人車這方面 我想做個結論 因為我不想重複網上找到的資料 很多細節的資料可以在網上查看 我又是做一個綜合性的總結 Tesla 的無人駕駛 很久不可以 Elon Musk 只是一口吹 現在應該是LV2和3之間 Elon Musk 的人 我的頻道不停說有問題 大家先掃回它的背景 由它說無端端我們全世界人 其實活在一個虛擬世界之中 即是電腦虛擬的世界裏面 我們假的全部都是假的 這個已經是癡能善 接著呢 有空就插進去GameStop那裏 就是做了Monkey manipulation 好了 那說到美股 我又怎樣說呢? 大概在一年半之前 大概在一年半之前 我會看到它是 展示給我看的那些 宏里 燕疏公司 那些有些投資的基金 那就是四條一的 它是後面的號碼 就不是 一般你外面是看不到的 那變了 我看的就是All Cap 美國股市All Cap 那我一時都不太知道為什麼 當然 不明所異 就是它的成份大致上 都是很普遍的 都是買一些 Amazon Google YouTube 就是Apple 就是比較大路的東西 其實都泛指代表到 美國股市 那 我一直在想 會不會有什麼特別的意思呢? 就是如果說美股的 其實我們一直都有說 就是由我去年 去五月左右 就認為可以入市 是吧? 那你見過它一直升升升升升到 這個 拜登上台之前 一月 今年一月左右 那 那當時我一直都出了一條片 就是看一下 要怎樣呢? 那 那 很坦白說 就是我一直說這些股市的東西 你說所有什麼基本因素 你想說什麼? 離職 說什麼? 是吧? 匯率 說有沒有放水收水 說業績 說什麼? 全部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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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 你反而是猜 他們莊家 他們想的 是什麼? 而股市要怎樣配合 是吧? 你是想過那些 那因為 為特朗普事件 就是 to be fair 你看到最後 我也是對他沒有信心 而且不停是覺得 他 他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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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其實 其實我已經是 都說完了 是吧? 所以我開始 那時候 不是很sure 他們的agenda是什麼 他們想玩什麼 是吧? 而因此我也 對股市是 不知道 我不敢說 所以那一條片 我是特別的 就是叫大家投票 你覺得未來一年 你的股市是好定淡 是持平 其實結果 是很壞一半 各半 大概就是 看淡多少少 我純粹就是 按大家的意見 這樣就說 如果看淡多少少 就減些磅 你不需要完全cash up 就是完全扔掉它 但是減些磅 就是 just in case man risk 這樣 先拿一些 profit 接著我一直沒有說 但是你看到 1、2、3月 它繼續升 股市繼續暢紅 又升 但由4月開始 大致上 其實都是 持平左右 就是 納指高一點 但是 基本上 你跌 它不讓它跌下去 又好像沒有力 在這個時候 我就看了4條1 看完 我都不太肯定 它想說什麼 如果你說 反過來 如果真的看到3條6 我都很肯定 可能會大射 會大射一射 但是 現在是Logical 是吧 你看看M2 一路增長 一路增長 我之前就說 幾何級的暴增 比較資深的經驗人 不是最低級的 不是最低級的 那些 稍為資深一點 都會覺得 你說它大跌 又未必會 但是 你說會不會再爆上 平台期之後 年底會不會再爆上去呢 所以 真的沒有太多根數 之前 但是 我就說 這個股市 全部都是 是 全部都是 全部分 它們喜歡升的 就可以升到10年 都可以 之前就是 澳門賭後 是吧 年初 他已經看好 美股市要倒閉 美股市要倒閉 那我就 上反調 我就說 我不知道它是否會倒閉 但是呢 反過來說 它有權升多10年 那件事 你是完全不需要 它不需要 任何道理 所以 它有需要 它可以 就是這樣 升10年 但是 你猜不到 它們整體的大戰力 是什麼意思 這件事 所以 所以 我只是想說 我看到的事情 說出來 我覺得這個 應該是重要的訊息 大家可以配合 你自身 你自身的判斷 以及 你會不會又見到 四條一呢 你會見到三條六呢 是吧 去做出 你自己的選擇 是吧 但是 我對上那次 講的 就是 和大家說 減些磅 就是 就是 你真的完全 cash out 是吧 今次我收到這樣的 東西 我覺得 如果 真的 多人看 不太看好 它會再升 看淡的話 或者 它會再升 一期都不頂 當然 這個一定是 龐氏騙局 一直這樣 吸引人 現在我看到 他們盡量吸引人 不是玩開股票 就是說 我想一大塊錢 投入你的基金 那裏 你每年給我10.8厘回報 我就 大量扔錢 甚至 我之前說 借錢給你 扔下去 大手大手扔下去 大概 就是說 我7月23日 看到四條一之後 就說 其實 美股可以再升一期 但是最終都會跌 現在大家看看 由7月23日 講完之後 這兩幅圖 上面就是道指 下面就是納指 正正是由7月23日到12月31日 上一年 的表現 果然是升到一期 一直到年底的時候 我亦都跟大家說 這件事隨時會爆 年底的時候 我是這樣說的 就更多這些監管 的政策會出台 那派登旁邊呢 和習近平旁邊 都有一些線 似乎是 heavily correlated的指數 即是立即想起 可能是股市 那樣 就是說道指納指 都可能有些相似 但是你說 習近平那裏 就是難道是A股 和港股 那些看起來就不相似 所以我亦都不想 暴風租影 即是過分浪費時間 解讀 不過我依舊覺得 下年上半年 已經開始是工藝 不過我依舊覺得 下年上半年 已經開始是工藝 不過我依舊覺得 下年上半年 已經開始是工藝 所以這條片 其實是飛機片 我只是在大家面前 打飛機 亦都是這樣說 當日 我最初是 當然是YouTube Channel 免費 一邊看一邊看 後來 受到打壓 又各樣 我說話 不可以這麼多人聽到 我又轉了會員制 其實收了一個幾號 即是說 如果你用美金加指計的話 幾元雞 當然 對很多人來說 喂大哥 幾元雞 我就快買到Netflix 人家Netflix 這麼多電影 這麼多明星 又是幾元雞 給你幾元雞 就糟糕了 是吧 人之常情 是吧 況且不要說 TVBVL TV是免費的 你有MIRROR看 是免費的 是吧 說投資的 是免費的 給你資訊 所以 當然 以你的智商 智慧來說 當然是免費的 是吧 也有這麼說 如果真的看了Channel 你也知道 可能半年才過一次投資 我只剩下半年才過一次 期間說了很多 可能 所謂無聊的事情 是吧 所謂 但是呢 我不停跟大家說 就是 投資就是這樣 是吧 就是你變成一件事 有潛力的話 是在說幾年的事 看幾年的未來 那你把錢放進去 你就打算睡覺了 是吧 如果你還要天天 不停地看著市場 看著市場 又要看著市場 你可不可以和香港有分別嗎 你那些是炒股 你那些是炒物 你是賭博 是在賭錢 不要假裝投資 你是在賭錢 那些人說到賭 我認識我的人 也知道 現實生活認識我的人 知道我就是逢賭必輸 賭運是零,是零,絕對零 早幾天去賭場是真的 一部老虎機,大家輪流按 你按幾次,我按幾次 純粹嘗試一下 我可以按十次之後,一次都不中 而你知道現在的老虎機 現在的老虎機是有190種贏的方法 隨時有一點點,就有跌錢給你 但當然是你放兩元進去跌幾毫 讓你不要說什麼都沒有 讓你感覺到中獎 但你當然是回不了本 所以我絕對是賭運是地獄黑仔王 所以這個世界好像很老土地說 例如打開窗戶那些 所以我似乎運去投資 而投資就像我這樣說 其實半年說的也不太 而我從來沒聽到賭錢是會發達的 甚至乎投資都不會讓你刀仔鋸大樹發達的 都是要時間,都是要浸淫 所以我當然是買花賺花香 我覺得你給幾元是值的 你是值回票價的 甚至我很多時間都是不說投資的 但基本上是有這個原因 為什麼我是不需要每天說 我也是這樣說 當你每天都要顧著那些東西 那你真的要上班 那你真的要找自己笨 我當然是在你媽媽 放了住之後 我就去享受人生 閣下看的是一輯硬銷廣告 YouTube ID Raymond Regulus 現在我們正在做2023年新年大優惠 成為VIP會員 最低消費只是10元 沒錯,是10元港幣 是10元港幣 只需要10元港幣 你就可以掌握天下大勢 如果閣下時運高 還可以隨時聽到我唱歌